嘴巴破是每个人都有的经验 那种痛常常会让你痛不欲生 有的人连喝水吃饭都很痛苦 那到底嘴巴破是单纯的火气大 还是说有口腔癌的疑虑呢 事实上来讲的话要注意 如果有一个口腔溃疡 超过两个礼拜以上没有愈合的话 你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了 那哪一群人特别容易导致口腔癌呢 主要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有吃槟榔 有抽烟 喝酒 或者是说你嘴巴里面有尖锐的蛀牙 或者是没有处理好的假牙 这五种族群的人 他得口腔癌的比率就特别的大 我们先来讲槟榔好了 台湾很多人很多人在吃槟榔 包括了槟榔籽 包括了他的内含物 红灰 白灰等等 老藤 老叶 老花 全部都是致癌物 再加上槟榔纤维非常的粗 它会磨破我们口腔的黏膜 那口腔黏膜一旦受伤 那再加上这些致癌物的刺激 你得到口腔癌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大了 那当然像这个喝劣酒或者是抽烟 还有我们的这个蛀牙跟假牙 同样的都是造成我们口腔黏膜的受伤 一直不停的受伤以后 我们的细胞就没有办法修补 最后就产生了癌症 如果说你本身是有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五种情况 那你的嘴巴里面又有超过两个礼拜以上的溃疡 没有愈合的话 一定要去就医检查 我们有研究统计得到口腔癌的病人 他的平均的寿命比我们健康的一般的成年人 同年龄的成年人他要少活16.3年 所以来说口腔长期不遇的溃疡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讯 大家必须要注意